大家好我是鄭建華 上一堂課我們為大家介紹 怎麼利用3D的素材轉換成背景 就是用電腦幫你畫背景 那這時候就有同學說啦 老師那個背景畫起來太數位了 太假了 我比較喜歡用手繪的感覺 有沒有這樣子的方式 當然有啦 你用手畫就是手繪了 今天就跟大家講 怎麼把3D模型轉出來的線稿 變成手繪的感覺 神奇吧 立刻跟著我來看 準備一張我們用3D轉換好的線稿 看起來數位感很重啦 不夠自然 到這一張線稿的塗層上面 那這張線稿 必須是一個向量塗層 接著我們選擇我們的操作工具 然後到了我們的工具屬性面欄裡面有個筆刷形狀 點開筆刷形狀選取我們所需要轉換的筆觸 然後電腦就會把這個筆觸給自換掉 變成我們剛剛選的那個筆觸的效果 接著我們把筆刷尺寸調整到一定的程度 手繪感的一個背景出現了 我們就比較一下好了 轉好的手繪的一個線條跟我們之前的一個電腦跑出來線條 明顯的那個筆觸之間就有很大的落差 把我們的手繪的筆觸跟光影做一些處理 讓他的感覺更自然一點 好這樣你就會有一張手繪感的背景線稿了 這樣夠神奇吧 把3D的線條變成手繪的線條 其實電腦越來越厲害了 哪天我都被取代也不知道 這該怎麼辦 不管了 總之大家學會了沒有 利用各種不同的筆刷自換 就可以把原本數位化的 單調的線條稿 變成手繪稿的 感覺 好了 大家有空趕快試試看吧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真的想要有手繪的感覺 還是用手畫比較好